2Sense 1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當時就成為了 Hi-Fi 版的一個挺熱門的話題 因為它是三千多元 即是四千元左右 它用料是足夠的 而且它機本身出來的效果 都非常明顯是比起同一架機是比較優勝 現在這一代就是 2Sense 1 的 Mark II 現在我們看到左弓右就是 Standard 這支是甚麼呢 可以起身體的 它是一個光纖的輸出 就會落到 2Sense 1 的光纖輸入 它可以接駁Wi-Fi 手機就可以將手機的歌曲 經過Wi-Fi 串流到這支 效果如何呢 待會我們David就會跟大家示範一下 旁邊這部就是摸了的版本 肉眼看是一點分別都沒有 因為它的分別是要脫衣服才知道的 摸改版 誰負責摸呢 一三面這位 五師傅 就是負責摸機的一位師傅 找一下五師傅來去摸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還沒認識它之前 上一代 2Sense 1 其實它已經自己買回來玩過了 所以它對於這部機的特性都比較了解 所以摸起來 很多位置都會知道 哪些重手 哪些輕手 怎樣移動 會相對出到一些比較低價比高的效率 好啦 那不如我們把整個交給David 說回Mk2 和Mk1 或者Mk2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其實Sense 1 第一代 其實在過去的四年 我們得過非常多的 很不錯的 不管是像左邊的 我們得到 全世界大部分的 Hi-Fi 的雜誌 大家都給我們這台機器有些肯定 那我們這次是採用 新一代的 CM6631A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它主要是在改善 就是USB 的 Data Transfer 這部分的能力 那它也可以讓我們在做這個 Digital 的音樂處理的部分的話 我們的Gita上 它的表現會是更低的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這一代 我們加入了這個 DST64 格式的支援 那我們這個 DST64 格式的支援 不只是我們第二代的產品 我們可以支援 我們等一下也會介紹得到 我們也有為已經買了第一代的 User 我們做一個升級的套件 你只要買這個小小的升級套件 你只要買這個小小的升級套件 你就可以讓第一代的產品 你也可以支援 DST 裡面 那我們這次是跟瑞士這家公司 Digimath 它是在 DST 格式的 development 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位參與者 這一代一樣有達到一個 120 dB 訓導比的一個 audio performance 我們主要這次是用一個全平衡的架構 那它是兩顆 TI PCM 1795 的 DST Headphone Amp 的部分 我們到Headphone Amp 的設計都還是全平衡的 所以我們左右升到各用了一顆 這個 TI 的 LM 49600 那也是目前如果是全平衡設計的 Headphone Amp 裡面可以 算是最不錯的 IC 即使你已經是我們第一代的用戶了 你也可以 我們現在有單賣一個是 ASUS 1 的 DST Upper King 你只要買回去 你只要把你板子上的那個 E-Pro 自己用手把它換 然後你的第一代機器也可以支援 DST 那它是一個 Wireless Music Streamer 那我們這台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這台目前它可以 support 到 192K 24B 的 High Resolution 的 Wireless Streaming 如果你想要改變你整個 Audio 的扣扣體的話 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可以改這個 Powerball 旁邊的 這個電源電容 ASUS 1 Mark 2 上面有11顆 OPM 是可以改的 Output 前面我們還有三顆 我們這是做 Buffer 使用的 是一樣如果你是 SOL Output 的話 你就改左邊那四顆 那如果你是 RCA 的話 就改右邊這兩顆 甚至是像是我們這 I-V Stage 跟 Low Pass Filter 旁邊的塑膠電容 這些就是如果有些人 他們還要再去改的話這些都可以做 大家如果有玩過摩機的 那摩的目的呢 就是用最少的錢 拿到最大的效果 如果我選擇機怎樣摩的呢 首先它的可塑性有多高 第二就是華臨機很容易改 那華臨這部機呢 我很欣賞一個設計 就是所有的 OPM 全部都安裝了 來拔 那很多譬如 TX 其他的 W4S 那些 很多人用線賣絲 貼面色那些 不能讓你這樣試的 其實我選擇機呢 摩的第一個就是 Basic 要好 那基礎怎樣好呢 第一 那時候在網上看的資料呢 它的芯片各方面呢 第一 二十四一九二 因為華碩做電腦版 真的做底版很漂亮 那你可以當這部 Esset One 呢 是一個 sound card 華碩的 sound card 很出名的 sound card 變種而已 只不過是抽出來 加一個獨立的 power supply 再加上的 headphone amp 就是這麼多東西了 那現在我這部機裡面用的東西呢 它的解碼兩粒 是1795 這兩粒解碼呢 就是電流輸出型 所以它多了四粒 IV轉換 就是電流電壓轉換的iC 那有些是電壓輸出型 就沒有了這四粒東西了 那你見到iC會少一點的 那這四粒呢 要求的就是要分析力高 那些東西準確 而Low Pass Filter 就是後面那兩粒 就是剛才說六粒 其中後面那兩粒 那這兩粒呢 就是真的用來調聲的 影響極之大 那很多人就說 用Muse 02、01 Muse 01呢 就是厚些 中低頻封厚些 但是分析力和弱動感 不夠Muse 02好 但是這兩粒呢 Muse 02我都用過 最後我都放棄了 那我現在用的iC 基本上網上沒有人說的 那這粒呢 就是我十幾二十年前 就已經用過的 就是叫做 Howers廠的HA5147 那這粒呢 有什麼特別呢 它就是 它就是 弱動感強 它可以慢 有些iC很快聲的 比如說AD827、847 就是很快聲的 動態好 分析力很高 但是上面那一粒呢 就是高頻率是 音色和質感偏薄的 它就是hifi感強 官能動態好 然後後面和前面呢 我都用 LME49710 它是Mono的 它原廠用49710 但是它用 純用純棉熊吸鎖 國內叫純棕 specifically,我用金鎚 價錢相差很遠 Mono和Steel有什麼分別呢? Mono和Steel有兩顆同樣的線路IC 你分了兩顆裝 互相干擾會少了 質感強了 結像漂亮了 價錢是貴相了一倍 我裡面全部都是Mono IC 魚裝部全部都是Steel IC 最後就是 Mono IC和Steel IC 一顆有兩個放大器 一顆一個放大器 Mono一定比Steel 一定 同一個型號 Mono一定比Steel Mono一定比Steel 一個處理自己 因為這部機器傳出給你 摸上手的時候 你覺得和第一代有什麼大分別呢? 這部華石有一個好處 就是牛大 電容小 因為很多貴機 FM、Acoustic、GOMON 你不會看到 很大顆電動 很多電動 GOMON有多少M也好 多少A 多少A 最多2顆 都是幾萬mol 不會以日本機的電動 牛大電動有什麼好處呢? 當你那一刻 噴出來 電動放了 就是牛 還有黏黏不斷給你 牛大 電動小 鳥小 燈牛大 OK 哈哈哈哈 那它就不會有一種 狠 猛 噴完之後 沒有味 那這種呢 它有得來 是有一種 而華石呢 我曾經試過 將3顆 Power Supply 電動 全部摩大 你換回來呢 就是 力感很厲害 聽鬼太鼓 啊 豬頭馬那些 你覺得過癮 但是呢 是不敢聽的 最後呢 Audio那兩顆 我都還原回 原裝的 我只是Digital 那顆 換了而已 那我自己的手機 換了一顆 4700mL 那這顆呢 那這顆呢 就是 那這顆呢 就是 那這顆呢 就是 M-CAP 是這個Panasonic 一個M字 給音樂的 3300mL 那兩顆 沒有動到 那你剛才聽不到 它 不會覺得它 是MCC 很薄 沒有力 不是這東西的 最主要就是 它不夠力 如果見到 牛很小 而電容很大 那些一定是不漂亮的 有去那些店舖呢 那很多時候 我想高頻一點 就叫你一顆 電容下面呢 再釘多一顆細的 那其實呢 這個不是增加高頻 在Power Supply裡面呢 其實這樣呢 動碎 那些聲音會滑透的 那在信號交連的時候呢 那這顆是信號交連的 釘多一顆呢 是營造音場 當你一加了一顆呢 整個音場 深度、闊度會好 那這個就是 滿小利大 那你買兩顆 有什麼漂亮的索料 有時候買銀幕 都是八兩兩百 三百多元 當然啦 你去買零件店 師傅 哪一顆漂亮 當然越貴越好 越貴的 越有貴氣 越貴就貴 貴氣就是貴 來自金錢 但問題 你有機會接觸一些貴價機 剛才我說的 FM 我看過一部二十幾萬元前級 有人拿給我做 裡面基本上就是 飛機店 普通的電阻 沒有一顆貴的零件 裡面的塊板 就好像人家六七十年代 一塊細細塊板 飛很多線 它不是插炒 你不要理 它出來的聲音 非常舒服 音樂感好 通常你買漂亮的零件 有一個特性 就是頻寬闊 通透 即是快 痛 清 但在聽HIGH-FI來說 這一點是沒有聲音的 你聽很多東西 就要說要厚 要相對的柔和度 但有一定的分析力 某一個位置 你懂得調聲 你用一些東西 等於煮菜 摩基等於煮菜 你的廚師 這裡只差一點點鹹 這東西已經不同了 你記得這塊板 主板是三層板 大家拿辣雞的功夫不可以 就不要亂搞了 三層板有什麼意思呢 上、中、下 會有個銅釘穿著 如果是雙面板 掛了也好 你可以上面的腳 樓縮一點點 可以上面刊射 下面刊射 這樣就沒問題 三層板中間刊射 你不能刊 那塊板就廢了 那剛才說 這兩顆 就是BA-computer 就是179 這顆是電流輸出液 這四顆是IV轉換 電流電壓轉換 這兩顆是Dolpass filter 這顆是RCA output Audio Out 這兩顆是Balance 這兩顆是Headphone M 那這顆不要動 這顆是Program 如果要換好 都幾多東西 十一顆 十一顆 每顆幾個水 都可以 沒錯 那我就說 這顆 這顆已經換了 那樣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那些都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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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裡面有個兩顆Fuse 它很掛的 通常有很多一顆的 它是兩顆的 為什麼它有兩顆呢 不知道 你買辦法寫才行 Dame 為什麼這裡面有兩顆Fuse 在裡面呢 兩顆 Fuse 怕你燒掉 怕你燒掉 還有一條 還可以運作嗎 不是不是 L跟N是割一條 L跟N是割一條 好 因為第一次換 就小心一點 否則腳會困難 那照下去 如果魚的嘴巴闊一點 就轉一下 轉一下 轉一下 好像鱷魚的死亡翻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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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了 我們現在換哪些四顆 換了 是 每三十一顆 不是十一顆 換哪個位置 No-Pass Filter 其實大家不要這麼衝動 一下子就召起它 通常腳會困難 難了 腳會困難 直肢就行嗎 直肢 技術很高 技術很高 難度很高 很容易再斷 是 斷了兩邊就不能夠 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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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记住要换,千万不要插错 IC 左有一个UP 位置 看到吗? 这个UP 位置凹到这里 看到没有? 这就是第一脚 你条线插也插到 你脚位置错了,有机会整粒烧了 IC 这边有一个UP 位置 如果没有UP 位置,它有点的 第一脚,就跟着位置 插错就会完结,几多钱都完结 就不会玩完机,只会是IC OK 完成 話聲的機器 的確它是做底板起家的 但亦都反過來說 就是因為它做底板起家 所以它在接觸點 或者是一些 interface 的 connection 裡面 它可能會做得比其他床好 尤其是在 CAS 方面 即是很簡單的 你覺得它在 USB Data 上去的 做功能更好 還是音響廠更好 它在 USB 上去做 N 多年 怎樣的資料不會失去 它會比較常熟悉 這是它的優勢 但反過來它的弱勢 別人都覺得它不是這個 interface 所以 我覺得是一個值得支持的大支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和我們合作一場 有很多的活動 而這次我們這個活動 只不過是這次Mark 2的開始 就是這次回來 我們來看